HELLO 野球干預備的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本週的共勉之拉 來回顧一下上禮拜的重要新聞 最多人討論的新聞是 兄弟強迫的取分 子賢跟昆宇愛得太強烈 然後很多人就說 像昆宇他是用那個活影跑 但其實根本不是 大家如果看摔角都知道 那個跑壘使出的是 武藤進尸的絕招 Shiny Wizard 還是恭喜孫子賢回來得翻啦 值得 然後那個上禮拜 郭飛登想家啦 在投完非常精彩的比賽之後 突然跟大家說他想家了 同一的羊獎通常是懷孕 樂天的羊獎通常都是想家 那個大家就開始很擔心說 樂天下半天正在爭冠的時候 羊獎都想家怎麼辦 樂天有一場對衛拳的比賽 再見不易 他們最近的Crosser 豪靖 豪靖就 噢 三小這樣 豪靖 問天 夜總暗爽 然後大家就很擔心 豪靖會不會又要走了 豪靖會不會突然又說想家了這樣 我們家鄉的捕手不會補易 另外一個新聞 霸凌訣 一樣是樂天的羊獎 歐飛登想家 豪靖 想問天 霸凌訣 我不要被訪問 大家不要再批熱天的羊獎啦 我相信那個 豪靖總教人應該不想變成 第二個紅種 漢獎現在當然是羊獎荒嘛 漢獎新羊頭 發了再說 柳納斯回來 沒有聽說 漢獎新羊炮 明年再說 美國職棒進入季後賽了 打到最關心的大股 能不能拿到拳內打王 能不能打到十勝呢 目前是都沒有發生 日本媒體就很生氣說 我覺得美國職棒 不想讓日本人拿到拳內打王 一直保送一直保送 我是覺得日本媒體啊 你先想想 那一年的版神 洋將巴斯要破王真智障礙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對他的 亞歷斯要破障礙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對他的 我們再來想想 外國人是怎麼樣對大股強平的 讓我們在這邊 用這個愉快的話題 跟大家共勉之 疫情有關結束了 大家還是要繼續防疫 繼續乾杯 繼續看棒球 一起開一杯 乾杯 共勉之 喝下啦 小螞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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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一條的贊助 節目只有小螞蟻 沒有是我們贊助他 對是我們贊助他 他最近出了個人商品 大家可以買小螞蟻的毛巾 扣除成本 每一條他都會捐10% 給新城國小的棒球隊 幫你新城國小的棒球隊 然後贊助他們 有新的球啊 新的球具 還有他們球隊的經費 也可以多多支持小螞蟻的毛巾 這樣蠻可愛的 你看跟袖袖子的配色 是一模一樣的 那小螞蟻要拉本事業上面聽 靈活的小胖子 袖袖子 小胖子 小胖子 一向比如樂天 啦啦隊是一個很強大的 很完整體系嘛 就像衛犬跟富邦 現在都 有激起直追 在努力 啦啦隊自己也在 想辦法變成A級球隊 有這種感 小螞蟻跟邦尼 對小螞蟻跟邦尼 富邦的啦啦隊 其實也都 我覺得還蠻認真的 只是他們感覺沒有那麼 多元多角化發展 樂天跟兄弟有時候 會呈現一種不合理的狀態 兄弟是太大 對啊 其實統一的也很認真的在 經營 很認真的拚總冠軍之外 啦啦隊 在今年是大家都在拚 拚那個 點閱率 等今年有戴口罩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 完全認不出來誰是誰 我沒有那麼厲害到 看到屁股我就認出來 今年大家都很辛苦啦 你看啦啦隊要從頭到尾 戴口罩跳 好啦野球乾一杯 不知不覺 居然也錄了95 所以一錄下來 感謝大家的支持 野球乾一杯 跟大家乾杯 感覺最後一集 沒有 對我們還是會 還是要繼續 再五集就一百集 還沒想好也要幹嘛 因為疫情期間 對也有可能沒有要幹嘛 對 但是好像也要幹嘛 但也有可能什麼都不做 先放著 第一百集停更好了 對那集不薄 就一百這樣 就一百然後又再飄養 對就乾淨被刺在這邊飄養 所以我乾淨被 乾杯 要講拳雷打王這件事 阿檸檬拳雷打王 應該已經差不多 大概前三名都知道 因為現在就是大谷嘛 對小葛 超越然後 Perez 沒想到Perez居然追上 Perez是鼓手欸 超強的 所有的打擊幾乎 大家都被要破一輪 美國拳雷打王快出來嗎 然後日本拳雷打王 應該也快要出來 柏龍應該可以當選 北海道最有魅力 男人講 即將到手 他多一個同學 北海道拳雷打王 他不是日本脂肪拳雷打王 是北海道拳雷打王 聽起來很帥的 我是北海道打 最多拳雷打的男人 北海道之虎 王柏龍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 中華脂肪歷年的拳雷打王 老生長殘的話題啦 應該是很多人都有聊過 因為林璇最近打出他 生涯第200支拳雷打嘛 然後有老拳雷打王 邱哥應該是14 但他沒有三連罷過 唯一一個三連罷 高國輝 高國輝那幾年太傻了 可是我覺得邱哥 滿屌的是他的身材 欸你那時候 不會想到 這時候的中華脂肪的紀錄 其實是跟偶像明星的身高一樣 是會灌輸的 大家都以為林中秋有170 林中秋現在不到170 你想到現在不到170的拳雷打王嗎 那個時候有音霞 哥雅 康雷 然後那年代是有廖民雄的喔 他跟廖民雄有同期過 林中秋一直打到廖民雄不能打的 他後面還要繼續拿 那時候本來以為 林中秋最大的精神對手是呂明士 結果沒有 呂明士回台灣就變成很小隻的砲 對 變成我一直用 亞洲星巨砲 那山上有一個冠軍 一個冠軍 4年就砍沙諾嘛 那個時候其實有迷雄贏追上來了 那時候時報應還有喬治 砍沙諾我覺得 新球迷可能對他比較有影響 砍沙諾要怎麼講 砍沙諾就是小葛啦 就是那個年代未全龍的小葛 可是你看砍沙諾那樣很會打拳一打 他跟後來羊炮 巨炮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砍沙諾是比較速度型 他滿難倒壘的 然後96年又回到英俠 其實山珊虎除了這兩年之後 前七年拿出 然後你有那麼多強打 然後拿不到 很像現在的某一隊 也是藍色的 現在的拳打都打不出來 下半季好一點啦 對因為林一選 高國會最近復活啦 然後林一選 打出200隻拳打之後 也稍稍復活 然後上半季打擊最好是高國零 97年職棒8年 也是羅德 然後統一師名大概會有印象啦 因為他只打那一年 所以大家可能比較難記起來 他拳打是27喔 前一年的英俠是31 欸其實很猛 那個年代的 我常打沒有非常非常像 那時候還是一個小球年代 統一師只要是羅國章 上來就是觸擊的那個年代 反正統一師的二棒是負責觸擊 無複聯基本上是負責觸擊的 九棒也是負責觸擊的 反正一壘有人 然後要去二壘 如果沒有人觸擊 那個時候就是觸擊 就是用戰術 因為大家常打能力沒那麼好 你看那個時候他還是 有辦法打到31隻 完全開放了他的塔 那我看羅德後面這兩年 還這樣我們有沒有要介紹一下 98年的拳打王是 辛龍牛的怪力男 欸怪力男那時候真的很恐怖欸 怪力男那一年是拿三冠王 三冠也是我忘記了 反正成績很扯 所有的打擊想像都是他的 我覺得那時候就是 中華之王已經很久沒有 這樣子的球員了 現在因為大家打擊都強 可是那個年代是 你在六隊裡面 只有一個特別強 99年的拳打王 兄弟相名應該也很記得 是德武 沒有德武的時候 他們拳隊打擊最大直的 陳正昌 拳隊昌 我記得最扯的是 林中秋 335最後一年 然後那一年的335總教練 是林中秋 然後林中秋後來335解散之後 就失業 所以就去新農 重新當球員 他連續打兩年拳打王 我覺得應該就中華之王會發生 熊教練沒有球打 所以回去當球員 然後接下來連續打兩年拳打王 2000年跟2001 他好像是最少支數拿到拳打王 15支嘛 01年18支其實蠻多的耶 後來就差不多要退休了嘛 然後02年就輪到陳文斌 半路殺出一個陳文斌 大龍贏對 要挖台灣球隊的明星右外野手 大家都猜 那你一直彭正銘吧 哇兄弟的救世主要被挖走了 要去大龍了 結果後來發現不是 是陳文斌 他就好像只強了這一年 你看陳文斌那一年真的很猛耶 他打擊就縮成這樣 然後打擊出去之後是整個要放開 他的球都飛超遠 陳文斌拿球的感覺是棒子是牙籤 對有點盲炮的拳打特別爽 統一的那個鄧志偉 太陽正經義 好那03年04年終於輪到那個 終止拳壘打王 五祖的時候林志生差三隻嘛 可能接近 那有點難 03年就是那個張泰山的全勝世紀 他反而可以四連霸的啦 03年張泰山28支拳壘打 04年張泰山21支拳壘打 而且他待在新農喔 然後接下來那個05年 被謝家賢搶走 那時候中央職棒最強的 左打就是謝家賢 他在台灣大聯盟其實有 全力打王三年吧 然後接下來06年又是回到張泰山 我覺得那時候蠻感動的 我們的全力打從陳文斌開始 終於又恢復到全力打王 可以拿打20支的水準 好然後07年 救世主出現了布雷 喔那兩年看布雷打球也真的很爽 所以才會有那個什麼轟天雷那個 接一堆加油棒 從內野接到外去 從內野接到外去 而且我覺得布雷間接帶動起中央職棒 每一隊都要追求長達 可以打現多恐怖 潘虎熊 小破 布雷 欸很像後來的LAMIGO啦 你說小破不能打四棒嗎 小破可以啊 潘虎熊不行嗎 潘虎熊可以啊 他那個時候還有高國慶喔 高國慶那個時候還是一個長達型球員 現在是一個直插型 投手 現在是投手 其實高國慶那幾年全能打其實蠻多的 然後布雷完接下來就是 對那時候 那時候LAMIGO整個打線出來 對聖母峰連線 然後林志森是連續兩年拳戒打王 他也是被中斷一年 被林鴻鈺怎麼辦 高國慶最有機會拿拳戒打王的那一年 被林鴻鈺幹掉 那幾年最想打的就是林志森 看一下林志森那一年的成績 他要拳戒打18隻啦 輸一點 可能有一陣子低潮吧 絕對還有三成多欸 只是沒那麼好 林鴻鈺我覺得他可以拿拳戒打王 厲害的是他其實是真的捕手 叫陳俊秀回來就沒有去當捕手 對然後接下來林志森被自己的隊友 串威一眼之後 又拿回來了 對第三次得獎 我覺得有些球迷 可能沒看過那時候的林志森 那時候林志森真的很強 三棒林志森四棒陳慶豐 你要怎麼躲吧 就躲不掉後面還有林鴻鈺 後來還有陳俊秀 接下來13年 林一拳 對一拳神坦 但接下來一拳就是穩定 每年都沒很多隻 接下來是高國慧樂三連吧 141516 而且14年 季中選秀 下半季拿拳戒打王 我覺得他是跟林鴻鈺平手 但是林鴻鈺打整季 所以那都要猜他說 那這樣一季不是40隻的嗎 第二季拿三球吃 連去年彈力球 其實都沒有那麼多拳戒打 我覺得很難超越三球 台灣職棒已經打120場 三場就一隻 而且台灣職棒很少在直球對決的 他們都是還是以變化球為主 台灣太熱了 丟直球熱死了 而且他第二年是三四喔 三連八 拳戒打王 好然後17年又殺出另外一個人 是我們的柏龍 那一年他也是四冠王 柏龍年代出現 現在可是北海道全面大王 所以我明年後年還是有機會 去北海道找他 將心再留一年 兩年夠多了吧 已經休息兩年 休息兩年賺三年 對啊 是得啦 學學陳偉英 那時候你在討論 柏龍是不是可以直接打日本職棒 柏龍是不是可以直接打美國職棒 對世界大王 上一個有這樣討論的人 是彭正銘 那時候不是在想說 彭正銘揮棒看不到 我覺得是因為那時候燈光太差 揮棒快沒有錯 沒有快要看不到 那時候你會不會覺得 美國職棒的變化球 你是看得到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看職棒的轉播啊 你就覺得 喔你看台灣球員都很遜 那個球都是這樣平的 美國職棒的那些 喔他們那個變化球 喔我都看得到 我跟你講 是轉播的增數太少 增數很高的時候你就看得到了 不是球員太弱啦 真的啦 2018年張志豪 欸張志豪 你不會想到他會是長打型耶 你仔細看一下張志豪前幾年 在18年之前的身材 可18年之後 張志豪變超壯喔 他揮棒也變成 整個都是長打型的揮棒方式 19年 朱宇賢 他今年是熱下半季 去年熱上半季 沒有朱宇賢就是 要春訓很久 現場不能有人看 人太多他會害羞 對我覺得他都是 很常單場雙翔跟三翔 這場沒有 這場沒有這場三翔 這場雙翔 然後去年 去年林安可 他就是感覺是一半一半 今年大家都改關了 而且林安可很年輕耶 對是第一年啊 就全力打王 手臂也不錯 長得也很好 過幾年會變超強的 不過統一通常都走一個 不激情路線 沒有啊 他們最近全力打王比較跳 但你安可好像聽說都不強 他們有南美洲協同嗎 跳一下啊 對 瑞琪馬丁啊 台南瑞琪馬丁啊 對啊 那你覺得有誰是下一個 有可能締造三百孔 或是超越 張泰山跟林志森基 目前看起來最有機會是 林依賢 還是你覺得柏榮輝啊 通常他這三年 他這三年 在火腿也很廢 對啊 真的沒辦法 安可有機會 可是他才第一年他還早 他等到我60歲 不過我覺得最新的牆打蠻多的啦 重點都不要受傷 不是不要去旅外 旅外有錢啊 沒有拿三百歐 我存款裡 莫名其妖多的三百萬美金 今年會不會是全打 直數最少的一年啊 應該是不會因為都突破10了啦 我整個時序都 亂掉了 我以為球器快結束了 而且你下半季聽說 好像會球戰 有感覺 有感覺球比較難 我看現在鄉長 只插球丟爆炸多了 不然不想丟直球 今天的乾硬杯真的乾太多次了啦 又要艾勇的鼻乾硬杯 又要野修乾硬杯 一個禮杯要乾個兩三次 對 然後其他在拉扎的活動 我每天都在喝酒 其實都去年好像就這樣了 去年喝酒是輕鬆的 今年喝酒變成一個沉重的工作 欸 今年有時候 野修乾硬杯這個主題是 沒辦法亂講的 最近很多來賓 什麼 憂慮 什麼孟潔這樣 喝醉就 好啦 沒關係 我們野修乾硬杯 整個製作團隊 還是會努力的撐下去的 不管有多少的酒精跟疲憊 今年是第95集 一定100集會辦活動 大家不要期待 不一定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不一定會有來賓 也不一定會準時更新 100集 就是讓它順順的過去 希望我們野修乾硬杯 可以繼續做20年 到林安可打400隻拳打那一年 你在這攝影棚還在嗎 那攝影棚我可能被杜根 哈哈哈哈 期待我60歲還可以酗酒 也祝大家 現場的那個 看這個節目的觀眾朋友 60歲都還在酗酒 我不是教你酗酒 我們這個節目的宗旨就是 我們祝你 60歲還可以酗酒 就這樣了 野修乾硬杯乾杯乾杯 掰掰 野球乾硬杯的朋友 在乾杯之前 記得到Animo運動Bar訂閱 還有按小鈴鐺 開啟你美好的飲酒未來 Drinking Cheers